猫传妇的全名是猫传染性腹膜炎 虽然名字中带有传染性三个字 但是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研究和报道 说明这种病具有传染性 所以多猫家庭遇到猫传妇也不必太过于惊恐 目前最受主流认可的病因是基因变异的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几乎90%的猫咪身上都会携带 但是猫咪发病却需要一定的契机 所以我们常说要避免猫咪受应激 因为应激也是启动冠状病毒的契机之一 441目前是作为治疗猫传妇最为数不多的有效药物之一 不过仍然处于试验阶段 猫咪的育后也是比较难保障 而且价格比较昂贵 不过作为为数不多的猫传妇治疗药物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还是尝试一下比较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